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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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 有大国的选民 他们在罪恶里面打滚 先知一直提醒他们 但是他们都不回头 所以在哀歌的内容里面 我们看到巴比伦军打入耶路撒冷城 我们叫巴比伦军打入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后来被攻破 耶路撒冷城被烧 圣殿也被毁 当时的百姓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用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神撇弃了他们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并没有撇弃他们 而是这些百姓离弃了神 而是这些百姓离弃了神 所以在哀歌的细数当中 先知要他们深深地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甚至要他们深深地来考察自己的行为 看自己为什么远离神 看自己为什么会远离神 所以才遭到这么大的伤害 当考察清楚之后 当你考察清楚之后 就要懂得来归向神 就要懂得去归向神 并且要在这罪恶当中来悔改 并且要在这个罪恶当中悔改 如果是没有考察自己的行为 如果没有考察自己的行为 也不悔改自己所行的 也不悔改自己所行的 那你们是犯罪悲逆的 你们是犯罪叛逆的 所以神就不会赦免 所以神就不会赦免 神会施行杀戮 神会施行杀牧 然后不会顾惜 然后神会用黑云来遮蔽 神会用黑云来遮蔽 让我们的祷告 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令我们的祷告 不会透入到神的耳中 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们会替选民来惋惜 我们会替选民来惋惜 原本他们是可以 豐豐富富地来领受神的大恩典 他们本身是可以 豐豐富地来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神是从万族当中卷选他们 因为神是从万族当中选选他们 只有他们才能够称为神的选民 只有他们才能够称为神的选民 但是现在他们被神遗弃了 但他们现在被神遗弃 要被杀戮了 神也不会再顾惜他们 神也不会再顾惜他们 他们的祷告也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他们的祷告也不能够透入神的耳中 这真的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 这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 那导致他们这一种结果的原因 那导致他们这一种结果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的罪 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明明知道有这些罪 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这些罪 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从这个罪恶当中来转回 但他们就不可以在这个罪恶当中转回 甚至于他们是在检讨神 甚至他们是去检讨神 为什么神不爱他们 从来都不会检讨自己 从来都不会检讨自己 是自己在罪恶当中远离神 是自己在罪恶当中远离神 所以到后来他们即使诚心向神祷告 所以到后来他们即使是诚心向神祷告 这个祷告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任何益处 那这个祷告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任何益处 这个时候的百姓 这个时候的百姓 有黑云遮蔽在神的眼前 有黑云遮蔽在神的眼前 即使诚心祷告也没有用 即使他诚心祷告也是没用的 因为祷告的声音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因为祷告的声音不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这个是信仰当中的危机 也是信仰当中最可怕的事 也是信仰当中最可怕的事 好像我们跟神断绝的关系一样 我想这不是我们乐见的 不想见到的 这个我想应该不是我们乐见的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反思自己 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反思自己 就好像先知提醒他们要深深考察一样 就好像先知提醒他们要深深考察一样 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黑云遮蔽呢 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黑云遮蔽呢 这对我们信仰来讲很重要 那早上有跟大家分享了两个重点 那早上有跟大家分享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恨会让神跟人之间有黑云遮蔽 一个就是恨会令到人和神之间有黑云遮蔽 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学会饶恕 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学会饶恕 耶稣有讲到要有七十七个饶恕 其实七个饶恕不是四百九十次哦 那七十七个饶恕不是等于四百九十次的饶恕 主耶稣有解释这个七十个七的意思 主耶稣有解释到这七十个七的意思 是完全的饶恕 是完全的饶恕 饶恕是很难的 但是饶恕是要领受更多神的恩惠 但是饶恕是要领受更多神的恩惠 这就是一千万两银子跟十两银子的比例 这个就是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比例 我想再笨的人都会选择去拿到那一千万两银子 那我想再蠢的人都会想去拿到一千万两银子 那只好牺牲这十两银子 不要因小失大 让自己跟神之间有黑云之壁 令到自己和神之间有黑云遮蔽 所以饶恕却成了我们信仰当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事 所以饶恕成为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 每个人在生活上的价值观都不全然一样 每个人在生活的价值观都不是全部一样的 人生观也不全然相同 人生观都不是全然相同 在很多不同的观念里面 在很多不同的观念里面 我们都聚集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聚集在教会里面 成为属灵的一家人 成为属灵的一家人 那就很容易在生活上 在一切事上互相彼此得罪了 那就很容易在生活或者一切的事上面 互相彼此欠了别人十两银子 互相欠了其他人十两的银子 所以我们要学会 饶恕人家十两银子 饶恕其他人的十两银子 才能够得到神一千万两银子的饶恕 才能够得到神一千万两银子的饶恕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 心里所想的就实行出来 心里所恨的就实行出来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像大卫一样 就像大卫一样 我们要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我们要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让我们的灵重新正直 让我们的灵可以重新正正 清洁心正直的灵 才是神所喜悦的 才是神所喜悦的 那这个是要求的 那这个是要求的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我要自己灵修 自己灵修 灵修不来 自己灵修我是灵修不到的 大卫都灵修不来的 大卫都灵修不到 我们怎么可能灵修得来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灵修得来的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我求神是我们有清洁的心 求神是我们有清洁的心 让我们的灵正直 让我们的灵可以正正 我们就能够在心中 不会注重罪孽 那我们就会在心中 不会注重罪孽 才能够在祷告上蒙应云 那我们就能够在祷告上蒙应云 那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黑云之柱 那我们下午再来谈两件 我们下午再来谈两件 我们先看真言的二十八章 再来看真言第二十八章 真言二十八章 真言二十八章 第九节 真言的第二十八章第九节 真言第二十八章第九节 真言第二十八章第九节 转以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真 这里所罗门王他提醒我们 这里所罗门王提醒我们 他说一个人如果听见神的道 如果一个人听到神的道 但是把耳朵转开了 大概是将耳朵转开 不想听 就是不想听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那他的祷告是可真误的 那他的祷告是可真误的 不是神不听而已 不是神不听而已 神听到你祷告的声音 是觉得很可恶的很讨厌的 神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接受神的道理 听到神的道理不照着这个道理而行 听到神的道理不照着这个道理去行 把耳朵转离开了 将耳朵转开了 不愿意接受了 不愿意接受 即使你很认真祷告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就好像有乌云遮在神的眼前 你的祷告就好像有乌云遮起神的眼前 这个祷告的声音 神听起来是很讨厌的 因为圣经说是可证悟的 因为圣经说是可证悟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听圣经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听圣经的道理 或者是已经听见了 不照着圣经的道理而行 或者是已经听见 但是不遵照圣经的旨意去行 那他跟神之间就有一层黑云遮住 那他跟神之间就有一层黑云遮住 他的祷告不但不蒙垂听 他祷告的声音在神来听是可证悟的 他祷告的声音在神听上来是可证悟的 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 第七章 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到十三节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十一到十三节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十一到十三节 第十一节 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 失以不听 使心眼如金刚石 不听律法 和万君之犹说 用灵直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故此万君之犹说 大发烈露 第十三节 万君之犹说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这里又谈到选民不听神的话 又说到选民不听神的话 说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 又说到他们的心是硬如金刚石 金刚石就是所谓的钻石 金刚石就是所谓的钻石 很硬啊 很硬的 硬得不得了 硬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不听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不听神的律法 也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也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所拜的神就大发烈露 所以他们所拜的神就大发烈露 神很生气地这样说 神很生气地去跟他说 他说我曾呼唤这些百姓 我曾经呼唤这些百姓 但是他们不听 将来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呼唤这位神 将来他们有需要来呼唤这位神 神说我也不听 神跟他说我都不会听 换句话来讲 我们的呼求要让神来听得见 听进去 呼求要神来听 是要听进去 照着我们所求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照着我们所求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权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权 不是在神 是在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的道 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的道 我们的祷告神会听的 我们祷告神是会听的 但如果我们不听神的道 但如果我们不听神的道 我们再认真祷告神也不会听 我们再认真祷告神也不会听 所以不愿意听或是不想听神道的 那么在神跟人之间就有黑云之助了 所以不听神的道 如果不愿意听神的道的话 我们的祷告就会有黑云遮蔽 这是万君之神所说的 这是万君之神所说的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 我们要重视神的话 我们要重视神的话 听进去神的道 照着神的道而行 照着神的道而行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 就会清掉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黑云就会清掉 我们向神的祷告声音 我们向神祷告的声音 就能够进入到神的耳中 就可以进入到神的耳中 我以前在牧养注目教会的时候 我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注目教会了 我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注目教会了 所以很羡慕来注目教会 所以很羡慕去注目教会 注目教会可以跟信徒互动很快乐 注目教会可以跟信徒互动很开心的 现在当然也可以跟信徒互动 但是都是很短暂的 现在都可以跟信徒互动 但是很短暂的 比如说我来香港一个礼拜就走了 来香港一个星期就要走了 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动 但是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太认识你 很希望跟大家互动 但是你又不认识我 又不认识你 所以问我 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台湾来的 我说我是台湾来的 隔天他又问我 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第二天他又再问一次 传道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问你是什么大名 我说你是什么名字 今天问一次明天还问一次 今天问一次明天又再问一次 因为没有很多接触 因为没有很多的接触 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熟悉 这个不是牧羊 这个不是牧羊 那这个不是牧羊 因为大家不是很熟悉 因为大家不是很熟悉 所以大家都很客气 所以大家都很客气 这个不是牧羊 那这个不是牧羊 所以我喜欢当传道 所以我喜欢做传道 而且很乐意当传道 我也很乐意做传道 因为可以跟信徒一个很好的互动 因为可以跟信徒一个很好的互动 彼此关心 为他代祷 为他代祷 今天中午有一个小朋友问我 中午有一个小朋友问我 传道 在耶利米很喜欢哭 那个耶利米很喜欢哭 你当传道有没有哭过 那你做传道有没有哭过 我说我有哭过 那你为什么哭 那你为什么哭 我说为信徒的软弱祷告来哭 就为信徒软弱祷告来哭 但是他一直抓抓脱 说我从来没看过你哭 那他就一直在拨头 我都没见过你哭 我知道他的意思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说当传道 在信徒面前不要乱哭 就是做传道在信徒面前 不要乱哭 要让信徒知道很喜乐 要令信徒知道是很喜乐的 在谁面前哭 在谁面前哭 当然是要在神面前哭 都要在神面前哭 为信徒祷告来哭 为信徒祷告来哭 这一定要有 当先知一定要这样子 这是一个互动 这是一个互动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当传到几年而已 那个时候都是做传道几年仪 有一次去访问 有一次去访问 去访问一个姐妹 去访问一个姊妹 全家都叫她信主 全家都只有她信主 她先生是韩国人 她先生是韩国人 到台湾来念大学之后 就留在台湾 去到台湾讨大学之后 就留在台湾 后来就跟这个姐妹结婚了 后来就和这位姊妹结婚 生了两个小孩 就生了两个小孩 一个儿子 大儿子跟一个女儿 那就是一个大儿子 和一个小女 那时候她的大儿子已经读大学一年次了 那时候她的大儿子已经在台北念书 在台北念书 那女儿读高中在日本念书 那女儿就在日本念书 那她开了一家在当地蛮具规模的超级市场 所以她很忙 所以她就很忙 她只有安息日下午会来教会 她只有安息日下午会来聚会 那我们下午聚会都是两点到三点 那我们安息日的聚会都是两点到三点 我在上面讲到的时候 每次都很准时 每一次都很准时 很准时不是两点到 很准时不是两点到 就是我准备要唱诗了 要结束聚会 然后就一定看到她走进来 就一定看到她会走进来 那她的动作都一样的 因为她圣经赞美诗都放在教会 因为她圣经赞美诗都放在教会 她都跑到她放圣经赞美诗的地方 拿圣经赞美诗来坐在她想坐的位置 固定的位置 那她就会跑去拿圣经赞美诗 然后坐在固定的位置 每次我讲到 到最后一定会看到她 我都觉得好像神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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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多那么准 就是两点五十 为什么一直都会这么准 就是两点五十分 那我都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都觉得这样不是太好 既然要守安息 就要准时 不是准时两点五十 要准时两点以前来 那既然要守安息星 就应该是准时 不是准时两点五十分 而是准时两点以前 其实她能够播出那个时间 也是不简单的 其实她要播出那个时间 都已经不简单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她已经是很想要来聚会 只是她的工作关系 让她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她都很想要聚会 但她的工作令 她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才去到 那我也能够体会 那我也都可以体会 所以我们要去关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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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跟黄问主的同龄去看看她 然后因为她的那个商场 生意不错 因为她那个超级市场的生意不错 所以我的车子就停在 比较外面的地方 怕影响到她们的生意 三四个人就一起走到她们的商场里面 那个姐妹看到我们很高兴 那姐妹看到我们就很开心 哎呀难得传到你今天来看我们 难得传到你今天来看我们 来来来来 到我们那个楼上去 那就去到我们的楼上一起 那我们就到她的那个楼上的客厅 那我就去到她的楼上的客厅 然后她就 哇因为她家里是开超级市场的 什么东西都有 因为她家里是开超级市场 所以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就搬了很多东西 上来要请我们吃了 所以就搬了很多东西上来 要请我们吃 我跟她讲说 哎呀不是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 我不是来吃东西的 我们是想来看看你 跟你一起祷告 如果你一起祷告 如果可以的话 读一段经文彼此分享 如果可以的话 就读一段经文彼此分享 不会很久了 三十分钟就好了 那她就停下来 那她就停下来 我都还没开始讲话 她马上就跟我讲 她就立刻跟我讲 那传道你不知道 传道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不知道还要来 我当然不知道 我知道就不用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个 常常去聚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那一些经常去聚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哇我一定 这个话有道理 我一听就觉得她讲得有道理 因为常常来聚会 有些是因为 在家里无聊来聚会 经常来聚会的人 可能因为她家里太无聊 有些人是因为习惯不来聚会 觉得 对不起主耶稣 所以来聚会 那些就是习惯了 觉得如果不来聚会 又对不起耶稣 所以每一个人 常来聚会的 每一个人的心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 经常来聚会 她的心都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她讲得也蛮有道理 所以她讲得也蛮有道理 所以其实她讲得挺有道理 我就跟她讲说 这个姐妹你讲得很有道理 我就跟她讲说 这位姐妹你讲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的答案 你的这句话 对一半而已 但这句话 只是对一半而已 没有错 常常来聚会的人 不一定有信心 没错 就是你经常来聚会的人 那我下面那句话 是针对她的 但我令下面那句话 就要针对 我说那个 安息日 只有下午 而且两点五时 才会到教会的那个人 就没有信心 那我说如果安息日 只是下午 还要是两点五分 才来到教会的人 就没有信心了 她一天整个脸都红了 比我现在脸还红了 那她那时候 她一听完 她就很红了 她知道我在讲她 她知道我在这里讲她 因为全教会 就只有她准时两点五十道 因为全教会 只有她准时两点五十分道 那除了她以外 难道还有第二个天使吗 那难道除了她之外 还有第二个天使吗 所以她很不好意思 就坐在旁边 所以她就不好意思 就坐在旁边 我说她姓张 张姐妹 她姓张 我这个意思 我这个意思 不是要凸显出你有什么罪 我这个意思 不是要提醒你有什么罪 我是要改变一个观念 我是要改变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看人家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完美 我们常常看人家做一件事的时候 做得不完美 你看她常常去聚会 一定是什么 不一定是怎么样 尤其一定是怎么样 那是你的感觉 那你觉得这个人 这个我们不能够去讲任何 不能够去讲 这个我们不能够去讲 每个人的信仰是跟神负责 每个人的信仰都是跟神负责 那话又说未来 你要最为你自己的信仰负责 那这个话说回来 我们都是要对我们的信仰负责 所以你是每个安息日下午2点50才进来 所以你是每个安息日2点50分才进来 我不是故意看时间 我不是特意去看时间 是因为你太熟识了 是因为你太准时了 都是2点50才进来 都是2点50分才进来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表示你对安息日的那个不够有信心 就是代表你对安息日不够信心 你都是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通通做完了 剩下的时间才给主耶稣 你就是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做完 剩下的时间才给主耶稣 你的信心是不足的 所以你的信心是不足的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谈 这个安息日的道理 所以我就用这个机会 跟他们讲安息日的道理 后来我就跟他讲 你看你的先生还没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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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孩子还没信主 你常常跟我讲说 哎呀你要为我的孩子祷告 为我的先生祷告 你经常跟我说 要为我的先生和孩子祷告 我在神面前讲真话 我在神的面前讲真话 我常常祷告 我经常祷告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果出来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果出来 因为 我们没有好好地来听神的道 我们没有好好地听神的道 没有好好地照着神的道来走 没有好好地照着神的道 所以如果你愿意来 让你的祷告蒙神随听 所以如果你愿意令到你的祷告 蒙神随听的话 像这种神的道理 我们要持守 就是这种神的道理 我们要持守 要说这个道理 要有信心 我们要守神的道理 我们要有信心 听完之后 他就决定一下 他就决定了 听完之后 他就决定了 传道我明白了 传道我明白了 从下个月开始 从下个月开始 我安息日一定准时 不是两点五时 是准时早上十点以前到 那他说 安息教我一定 我一定会准时 不是准时两点五十分 是准时十点钟就到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我大吓一跳 那他就吓了 传道你不是说要我准时到吗 我传道你不是要我准时到吗 我说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不是下个月 不是下个月 是现在开始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等到下个月 你的感动又没了 等到下个月 你的感动又没了 又开始两点五时了 又开始两点五时了 现在就要开始 是现在就要开始 不是听了神的道 然后我就延迟的说 没关系 我等到什么时间点 我才开始 不是说听了神的道 就延迟了我 等到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就是典型的 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这个就是典型的 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经过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后 你又忘记了 你经过两三个礼拜之后 你又忘记了 你那个感动又没有了 那个感动又没了 那你当然又回忽到两点五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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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曾姐什么也能够接受了 那这个张姐妹都可以接受的 她就真的好传道 好可以我这个礼拜 以后都要这样子 那我心中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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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传道人最期待的就是 信徒能够走在道里里面 那一个传道人最期待的就是 信徒可以走在道里里面 安息日到了 安息日到了 我大概多半个小时前会去祷告 那我大概半个小时前会去祷告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没关系 我九点就到楼下 会堂在二楼 我到楼下去等她看看 等看看有没有 那会堂起一楼 那我就说 我九点钟我就去等下 去母楼等她 我等到九点半我就上来祷告 我等到九点半就上来祷告 哇 她那一天不知道是 什么风把她吹来的 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风把她吹来的 九点二十就来了 她九点二十分就到了 我跟她开玩笑 我跟她说 我说你又不守时了 我说你又不准时了 我说你又不准时了 笑一跳 为什么不守时 她说下一天又不准时了 因为现在才九点二十而已 因为现在才九点二十分 我说 传道我是因为工作都交代好了 我赶快来 不然的话 我的工作要把我绑住了 我就说 我是将我的工作交代好 我就马上绑过来 否则工作会把我绑住 从那一次开始 那由那一次开始 他都是这样子 那他都是这样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她在日本读书的那个女儿 她在日本读书过的女儿 有一天打电话给她 有一天打电话给她 妈妈 妈妈 我要在日本教会受洗了 要在日本的教会受洗 妈妈高兴得不得了 她妈妈就开心 我赶快打电话跟我讲 立刻打电话跟我说 我女儿要受洗了 我女儿要受洗 日本教会同意她受洗 日本教会同意她受洗 经过了半年 她的儿子从台北休假回来 她的儿子就由台北休假回来 她爸爸还没受洗 因为她爸爸还没受洗 所以她回来跟她爸爸妈妈商量 所以她就和爸爸妈妈商量 因为她的儿子在台北都有参加大专的团契 因为她的儿子在台北都有参加大专的团契 就是现在的大同教会 就是现在的大同教会 所以她想要受洗 所以她就想要受洗 所以她就想要受洗 回来跟她爸爸妈妈妈商量 那回来就跟她爸爸妈妈商量 所以她儿子也受洗了 所以她儿子也受洗了 所以她的儿子也受洗 剩下这个她的先生 就剩下她的先生 我就跟她分享 我就跟她分享 我说没有办法通吃 没有办法通吃 也可以铲食 也可以尝试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吃下来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吃下来 现在已经吃两个了 现在已经吃了两个 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没有灰心 主耶稣一定会把它拉过来 主耶稣一定会把它拉过来 很可惜啊 我后来就掉走了 很可惜我后来就掉走了 就离开那个教会 就离开做一间教会 到其他教会去 就去了其他教会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在信仰上面 我们都是要求神 我们都是要求神 但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 但我们有没有要求自己 神说 你如果听我的呼唤 神说如果你听我的呼唤 将来你呼唤我 我也听了 当将来你呼唤我的时候 我都会听 如果我们都不听神的呼唤 但如果你都不听神的呼唤 将来我们有需要来呼唤神的时候 当将来我们有需要来呼唤神的时候 神有一百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跟你讲说 我不听了 神有一百个理由 有一千个理由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这里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 这里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 当然也是在提醒我们 都在提醒我们 他说时候要到 就是要我们注意 就是要我们注意 人一定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人一定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人会厌而不听真道 人会厌以不听真道 这是保罗当时对我们的提醒 那么这个是保罗当时对我们的提醒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怎么教会老师讲这些道理 有时候都会想 教会常常都讲这些道理 我都听得我耳朵都长简 我听到耳朵都长枕了 所以不要听了每次都讲这个 不要听了每一次都会讲这些道理 当时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当时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那些众人也是要求 主耶稣啊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新的道理 那些众人都要求主耶稣 可不可以讲一些新的道理呢 主耶稣马上跟他们讲没有 主耶稣就立刻跟他讲没有 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这个道理 那时候的犹太人也是听到后来 哎呦你怎么都是讲这个 讲一些新的道理 那些犹太人都听到 为什么你又是讲这个呢 讲一些新的道理行不行 没有啦就这些而已 那没有啦 只有这些而已 如果道理很多 我们也很麻烦 如果道理很多 我们也很麻烦 因为道理很多 我们每个道理都要守 因为道理很多 我们每一个道理都要守 要守的道理就这些而已 其实要守的道理只有这些而已 那我们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守得住的话 我们就能够蒙福了 那我们就可以蒙福了 因为我们有听嘛 因为我们有听 按照所听的去行嘛 按照所听的去行嘛 那将来我们向神呼求 神就会听 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 不要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要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要厌而不听真道 没有厌以不听真道 免得我们的祷告 神也不听 免得我们的祷告神都不听 就跟当时的犹太国一样 就跟当时的犹太国一样 到后来就灭亡了 到后来就灭亡 我们再谈第四个 再来讲第四个 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 按情你和妻子同诸 因他被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这里有谈到祷告没有阻碍 这里有讲到祷告没有阻碍 也就是说祷告会不会有阻碍呢 所以说祷告会不会有阻碍呢 会啊 是会有的 这就跟 哀歌的第三章 事实节和事实节是一样的 那就跟哀歌第三章第四十 到第四十节是一样的 神虽然应允我们要听我们的祷告 神虽然是英文了我们要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当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遮住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跟神之间有黑云遮住的时候 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而是我们的祷告 达不到神的耳中 而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耳中 那有一种现象的祷告是有阻碍的 那有一种现象的祷告是有阻碍的 就是说我们有神跟人之间的黑云 就是夫妻不和 就是夫妻不和 当夫妻不和睦的时候 当夫妻不和睦的时候 祷告就会有阻碍 当夫妻和睦的时候 当夫妻和睦的时候 祷告就没有阻碍 所以夫妻的生活 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夫妻的生活 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要让自己的祷告没有阻碍 所以令到自己的祷告是没有阻碍的 那么就要在夫妻生活上要和谐 那在夫妻生活上面就要和谐 这个夫妻生活是很奇妙的 那夫妻的生活是很奇妙的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神设立婚姻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讲一下神切勒婚姻这件事情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的第二章 请看十八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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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 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最源头 这个就是神设立婚姻的源头 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呢 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神看那人独居不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神看那一个人独居不好 神看所有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神看每一个创造的 所有的创造都是美好的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 就是亚当独居不好 就是亚当独居不好 那不好怎么办 那不好怎么办呢 神要让他好啊 那神就要令他变得好 所以夫妻的这件事情 所以夫妻的这件事情 是神认为好的 就是神认为好的 独居是不好的 独居是不好的 所以才有婚姻的设置 所以才有婚姻的设立 那圣经又记着说 那圣经也接着说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所以女人被造这件事情 所以女人被造这件事情 在婚姻的角色上 在婚姻的角色上 神给女人的婚姻的工作 神给女人婚姻的工作 就是要帮助男人 就是要帮助男人 所以当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 所以多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嫁给她 那为什么我要嫁给她 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嫁给她 不是因为爱啊 我要嫁给她 不是因为爱 你在这婚姻里面 女人的角色要觉悟 那么你这个女人的角色 女人的角色 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的角色 我为了要帮助他 我为了要帮助他 所以我要嫁给他 所以我要嫁给他 这是神造夏娃的目的 这个就是神造夏娃的目的 要让亚当得到帮助 就是要让亚当得到帮助 那男生也不要高兴 那男生你都不要太开心 你以为人家帮助你就没有条件吗 那你以为人家帮你就不用条件吗 我们有读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我讲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然后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耶和华神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这个女人是从你身上出来的 就是这个女人是你身上出来的 不是另外再造的 不是另外再造的 是你身上的肋骨造出来的 是你身上的肋骨造出来的 然后就把女人领到那人跟前 就把那个女人领到那个人的肋骨 二十三节那人说了一句非常弱麻的话 那个人就说了一句非常弱麻的话 这个丈夫要常常跟太太讲 这个丈夫要经常跟我太太讲 至少我经常跟我太太讲 至少是经常跟我太太讲 他说这是我肋骨肉中的肉 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是从我身上出来的 是从我身上出来的 所以称他为女人 所以称他为女人 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男人要把他当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男人是要将他当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你要给他最大的幸福 就是你要给他最大的幸福 所以女人结婚 所以女人结婚 是为了帮助男人 男人结婚 男人结婚 是为了要给女人幸福 是为了给女人幸福 所以你要常常问你的太太 所以你要经常问你太太 你幸福吗 你幸不幸福呢 他如果不讲话 如果他不讲话 你就要悔改 那你就要悔改 连不幸福都不敢讲 连幸福都不敢讲 那太太要常常问先生 那太太也经常问先生 你有得到帮助吗 你有得到帮助吗 先生如果不讲话 如果先生不讲话 可能也是得不到什么帮助 可能也得不到什么帮助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 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 有没有吵过架 有没有吵过架 有啦 没有吵过架才奇怪 没有吵过架才奇怪 在讲台上不能够讲谎话 在讲台上不能够讲谎话 当然有吵过架 怎么会没吵过架 当然有吵过架 哪有好人没有吵过架呢 如果以我的口才 要讲赢我的太太 如果以我的口才 要讲赢这个太太 我的太太已经讲输我了 那我的太太一定是不够我说的 至少我翻圣经给她看 她就没话说了 照我一遣圣经给她看 她就没话说了 上方宝剑 是上方宝剑来的 圣经一翻开 她一定没话说 除非她没有信仰 那圣经一打开 她一定没话说 除非她没有信仰 如果要翻圣经 我翻得比她快 她说监圣经我监得快 对我有利的 是对我有利的 我一定翻得很快 我一定监得很快 你看看圣经这样讲 你看圣经这样讲 她一定是到最后没话说 那么她一定是没有话说的 但是我的太太都问我 我的太太都问我 不是都跟我讲 都跟我讲 你怎么都没有问我 幸不幸福啊 为什么你都没有问我 幸不幸福啊 这句话就被打败了 所以有些时候 不要用主观的那种认定 来让对方感觉 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主观的决定 去令到对方感觉 她有没有幸福 不是你自己认为的 她有没有幸福 不是你去认为的 是对方的认定 是对方的认定 丈夫有没有得到帮助 不是你张太太的认为 丈夫有没有得到帮助 不是你做太太的认为 是丈夫的决定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用道理来绑架别人 我们不要用道理去绑架其他人 我们是听道理来让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听完道理之后 令到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而不是听道理来教导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 不是听完道理之后 去教导别人去怎么去做 不然的话又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如果不是又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我就跟我太太讲 圣经不是记得很清楚吗 圣经不是记得很清楚吗 女人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 女人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 你帮助我什么了 那么你帮助我什么呢 他还会跟你讲 那么他又会跟你讲 可是女人被造之后带到男人面前 但是可惜女人被造之后带到男人面前 他是要得到男人最大的幸福 那么他是要得到男人最大的幸福 如果是用这种来要求对方的时候 如果是用这种去要求对方的时候 那一定是没完没了 那么一定是会没完没了 像这种夫妻生活就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么好像这种夫妻的生活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就不和谐了 那打电话来的是一个长青团契的欺负者 那打电话过来的是一个长青团契的契负责 他说团道我们长青团契邀请你来上课 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而已 那时候我就三十几岁了 我觉得怪怪的 来参加聚会的都是 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我的阿公阿嬷的年龄 那如果来参加聚会不是我爸爸妈妈 那怎么叫我一个三十几岁的人 去勉励教训这些长辈呢 那为什么叫我一个三十几岁的人 来教训免赐这些长辈呢 我说我很乐意做圣工 但是我好像不太像 我不太好 那我就说我不介意做圣工 但是这样好像不是太好 那个欺负者就跟我讲 那契负责就在那里跟我讲 传道你就讲圣经的道理啦 我们都会听的 传道你就讲圣经的道理我们都会听的 没关系啦你来上课 没关系的你来上课 所以我们开会决定要请你来上课啦 因为我们已经开会决定了要请你来上课了 我就答应了 那我就答应 那十点上课嘛 那十点上课嘛 上两堂到十二点 那上完课去到十二点 那上完课之后 那上完课之后 就要一起吃中餐 就要一起吃午餐 那教会的餐厅是在 右边而已 我的右边而已 那教会的餐厅就是我的右边 就是大家出个门 下个楼梯就是教会的餐厅啦 就是大家出了门口之后 下了一层楼梯就在教会的右边 我上完课就圣经整理 在我的圣经袋里面 那我上完课之后 将圣经整理好 就放在我的圣经袋里面 准备拿着要去餐厅用餐 就是准备要拿着去餐厅吃饭 那结果我用完之后站起来 那我吃完之后就站起来 我看到一幕 可以说是我看过最美的一幕 那我看到一幕 可以说是我看过最美的一幕 怎么美呢 那是怎样的美呢 就是一个老弟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几岁 就是一个老弟兄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几岁 他年纪应该是蛮大的 但他年纪应该都几大 他不是走向餐厅哦 他走向姐妹这一方哦 他不是走到餐厅 他是走到姊妹那边 然后就走到一个老姊妹的旁边 然后走到一个老姊妹的旁边 就把她扶起来 就把她扶起来 牵着她的手 牵着她的手 两个人慢慢走 慢慢走到餐厅 那两个人就慢慢慢慢走到餐厅 我看到之后很感动了 我看完之后就很感动 我心里就一直在问自己 我身边就一直在问自己 我如果能够活到她的这一把年纪 如果能够活到她的年纪 我能不能够跟她一样做得到 到那个太太那边牵着她的手一起去出汗 那可能做得到好像她这样去太太那边 去拖着她一起吃饭 我觉得这一幅画 这一幅很美很美啊 那我就觉得这幅画是很美的 我就一直看 那我就一直看 就跟着她后面 我就跟着她后面 我想说我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先生这么爱她太太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先生这么爱她太太 我也可以学习她来爱我的太太 那我们都可以学习她去爱我的太太 然后她就牵着一个圆桌嘛 那她就拖着她去到一张圆桌 那她就扶着她太太坐在椅子上 那她就扶着她太太坐在这张椅子上 然后她坐在旁边 那她就坐在旁边 我就赶快坐在那个老弟兄的旁边 那我就立刻坐在那个老弟兄的旁边 那个老弟兄 你不是坐在这里的 那他就说你不是坐在这里的 我跟他讲说 这个有记号吗 那我就跟他说 这里我没有这个记号 没有啦 你这个团道 你坐在那边 那边是团道在坐的 那他就说 没有传道 你坐在那边 那边才是传道坐的 在教会里面 没有这个规定了 我在教会里面 应该没有这个规定 我喜欢跟你坐 我想跟你坐 让我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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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赶我赶不走 那他见光 赶不走 他就没有再讲话了 那他就没有再讲 他就开始吃饭 然后我一直要想 问他问题 那我一直都想问他问题 我就问他说 这位老弟兄 你今年几岁了 我想问这位老弟兄 你今年几岁了 他就说84 他说84 你太太几岁了 那你太太几岁了 我太太80 我80 太太80岁 我第二个问题 那我第二个问题 那你们两个人结婚几年了 那你们两个结婚几年 算了 62年 他说62年 我22岁 我太太18岁 嫁给我 我22岁 我太太18岁 嫁给我 哇62年 62年 我还要大概30年才有62岁 我大概还有30年才有62岁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到62岁 你们已经结婚62年了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62岁 但是你们已经结婚62年 那真的不简单 那真的不简单 那我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孩子一样 那这个就很确定有问题的小朋友 我又问他 我又问他 我说你们结婚62年 有没有吵过架 我问你们结婚62年 你有没有吵过架呢 哇 这个弟兄被我一问 我眼睛就睁得大大的 那这个弟兄被我一问 眼就闭得很大 好像说我这个 怎么那么多问题 然后就转过来看我 他就跟我问我 他就问我 你当传道 你有没有吵过架 我说 你这道传道 有没有吵过架呢 我说 我当然有吵过架 那我说 我当然有吵过架 对啊 你圣经读得比我多多吵架了 我怎么可能不吵架 你圣经读得我这么多吵架 我哪有可能不吵架呢 当然有吵架 这还要问吗 那都还要问的吗 我说对了 这个吵架好像是很正常 我说这个吵架好像是很正常 我想我们每一个结过架的人 可能没有吵过架的举手 那如果我们 结了分无吵架的举手 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 没有答应 好 感谢主了 找到一个可以当传道 那只找到一个无吵架 可以来做举手 一定至少有意见不一样 那至少有一件是 然后我不一样的事 然后我就更有问题了 那我就更加有问题 我说 那你们两个人 吵架 怎么处理 那你们两个人 闹架怎么去处理 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年纪这么大 感情还那么好 那为什么如果不是 你们年纪这么大 感情还那么好呢 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 那他就这样跟我讲 传道你不知道 传道你不知道 我是城市长大的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 我太太是乡下长大的 我太太是乡下长大的 我们在结婚之前都没有碰过面 我们在结婚之前都没见过面 就是人家介绍 我们就结婚了 在教会里面 那是人家介绍 我们的教会里面就结婚了 那城市长大跟乡下长大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那城市长大跟乡村长大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现在生活在一起了 那现在生活是什么都要一样 那什么都要一样 那一定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那结婚的那天晚上 那结婚的那天晚上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我们两个人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 结婚之后一定会有所不一样的争执 那结婚一定会有些不一样的争执 那没有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的 吵架完之后 吵架完之后 如果自己觉得不对了 如果自己觉得不对 那我们家的鞋队面有一个小公园 那我们家的鞋队面有一个小公园 你就去跑三圈 那你就去跑三圈 那回来就好了 那回来就好了 那这样就约法三章 那这个就约法三章 那我问题也来了 那问题又来了 我就问他 这位老弟兄 我问他这位老弟兄 那你们结婚六十二年 你们两个人哪一个人跑得比较多 那你们结婚六十二年 你们哪个跑得多些呢 哇 他一直看我 那他一直看着我 他说不瞒你说了 他说就不瞒你 这六十二年来都是我在跑 那这六十二年来都是得我在跑 哇 我本来想 这个弟兄怎么这么差呢 那我就有时候想 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么差呢 每次吵架都是他不对了 每一次吵架都是他在跑公园 那每一次吵架都是他在跑公园 那后来我想一想不对了 那后来我想一想不对了 怎么可能每次都是他错了 哪有可能每一次都是他错 这个百分比应该没那么百分之百的吧 那这个百分比应该没有百分之百的 后来我想一想 后来我想一想 这个弟兄真的很不错 那这个弟兄真的很不错 他做到一件事情 他做到一件事情 我要让我的太太幸福了 我要让我的太太幸福 有幸福感 所以有幸福感 所以去跑三圈回来就没事了 感觉到幸福了嘛 那所以跑三圈回来 他有感觉到幸福就没事了 为什么不跑呢 那为什么不跑呢 刚开始可能他认为我错了 我来跑 可能他觉得我错了 那我来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让我的太太幸福 我来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有太太幸福 后来可能是为了我真的爱我太太 我来跑 那后来可能是为了我太太 真的爱我太太而来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他的家庭的幸福来跑 后来可能是为了他的家庭的幸福来跑 所以越跑越幸福 所以越跑就越幸福 越跑身体越健康 越跑身体越健康 所以84岁的还可以去亲 84岁的太太去吃饭嘛 所以80岁的都还可以拖着80岁的太太去吃饭 这个就是他懂的这个道理 那这个就是他懂得这个道理 可以让我的太太幸福 可以令到我太太幸福 那真的好幸福 所以太太幸福 全家幸福 所以太太幸福 就是全家幸福 因为太太幸福 他懂得去帮助先生 因为太太幸福 他懂得去帮助先生 那家庭就能够和谐 那家庭就可以和谐 所以夫妻的道理其实蛮简单的 所以夫妻的道理其实都蛮简单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来做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 夫妻的道理是哪来要求自己的 那夫妻的道理是拿来要求自己 好像主耶稣跟教会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跟教会一样 主耶稣是为教会牺牲生命 主耶稣是为了教会牺牲生命 所以教会就愿意顺服基督 所以教会就愿意顺服基督 夫妻的关系 就跟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一样的 就跟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来维系夫妻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维系夫妻之间的生活 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 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 乌云就能够清掉 那这个乌云就可以清掉 乌云清掉之后 我们的祷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那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直达神的耳中 这是最幸福的选民 那这个就是最幸福的选民 所以今天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用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我们在祷告上能够透入到神的耳中 那令到我们的祷告都可以到达神的耳中 就是要懂得饶恕 就是要懂得要书 要能够心里去除这个罪孽 耳朵听神的道 要有幸福美满的夫妻生活 那我们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那我们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那就我们来唱一首